原名陳偉琦的細龍太陳思琦 兩年多前離開無線後 就在一間獵頭公司上班 到早前才復出在開TV 擔任遊戲節目的主持 對於在舊公司的七年 她終於肯坦白說一直是靈底身 要靠外邊商演做主持的收入來衛生 到了某些時候 可能我是想著 都要走了 因為當時剛剛做完第一套siccom 就等了一些時間 當時沒有什麼做 當時是想著 怎麼辦呢 我都要生存 我又想過是否要走呢 或者我適不適合這一行 在懷疑人生 很正常 雖然之後機會終於落在她身上 在長壽的處境劇 《愛回家》中飾演細龍太 但期間就被前輩演員用粗口教戲 不過她還沒有戲女 覺得這些是演員必經之路 2020年無線也沒有跟她續約 為了要繼續留在演藝圈發展 她就問朋友借了10萬元 找命理師傅改名為陳思琦 重新出發 之前都不敢跟她們說 是啊 我也沒有跟她們說 之後媽媽和爸爸會說 為何你沒有人借錢 我說很小事 我說側轉而已 為何不是媽媽呢 一定不會 她知道我的性格一定不會 我是報喜不報憂的 在無線這麼多年都沒有突出表現 陳思琦就說父母都擔心 那我就開解她們 我經常跟她們說 其實每一件事都有很多原因 可能大家不知道或者不明白 或者這個演員背後 可能她做了十幾年了 我們經常說 為何不是我 為何不是別人 人家也付出了這麼久 我是她們最漂亮的女 怎會不可能 每一件事都是做女主角 對吧 那她 反過來 我自己要平衡自己的心態 然後再開解她們 陳思琦是拉女 跟哥哥年紀相差二十年 自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她們不是說很有錢 但她們真的會為了我讀書 甚麼都可以 或者我想做的事 甚麼都可以 陳思琦很小就移民去加拿大 之後回流回香港 因為不懂中文 最初讀書成績很差 甚至試過成為同學的燒餅 因而激發她 立志要發奮 希望爸爸媽媽為我感到驕傲 因為一直以來 我都覺得 又得了五十幾分 我都覺得很噁心 我都是很想 多謝她們這麼好 帶我去加拿大讀書 讓我真的懂得英文 所以就迫自己開夜車 晚上關門 把枕頭放在那裡 讓媽媽不知道我溫習 因為我知道媽媽一定不叫我 懂得睡覺 這個股動力反而令陳思琦成為學霸 後來回到加拿大讀大學 她在第一年已經拿到獎學金 又將四年的課程 只是用了三年就完成 大學的時期一直半工讀 完全沒有問過父母 拿生活費 在大學的課程最後一年 她還聽媽媽說 參選溫哥華華裔小姐比賽 其實我自己那邊是很大的文化震驚 因為我自己基本上所有朋友都是外國人 突然間擺了我一個這麼香港人的一件事 我都覺得我應該怎樣應對 可能不懂得怎樣待人處事 其實有很多東西是不同的文化 變成了我可能來到很開心 人家就會覺得你扮什麼 為什麼看我懶得熟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我當時也不好受 文化的差異太大 我也是哭 我記得當時也不太好受 因為知道可能連工作人員 或者怎樣都覺得這個人很奇怪 變成我每天上課都被人罵 為什麼你這樣 又好像走上課 經常被人罵 然後到了很慘 我想想已經很女人了 不過她最終都拿到亞軍 和最上鏡小姐 沒有令媽媽失望 無論讀書選美都拿過獎 對自己絕對有交代 只不過七年的演藝路就不似預期 她於是滴起心肝 改名再出發 我覺得是一個時間給自己轉變 去給自己一個新的 chapter 她說對演藝事業的發展 不算很不滿意 起碼細龍太這個角色 令到她開始被人認識 是想更上一層樓 是想更加好 就是譬如 我覺得人生你總有事 你做得不夠妥當 或者你做得可能會犯很多錯 或者你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這樣說 那一定會有的 如果不是 這個就不是人生 問她有什麼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她就這樣說 我覺得可能我 不同的角色 可能有一兩個機會 我覺得我自己是不夠珍惜的 當然了 那時候我自己可能 都經歷很多不同的事情 在想是否要轉行 或者我賺得夠不夠錢 其實這些事情 全部都會影響你 當時你拍戲的時候 你基本上 是不是全心全意在這裏 那變成那時候 我是有少少是 不夠投入去完全 100% focus 我覺得我那時候可以再做得好些 現在看回就會覺得 應該再更加珍惜些機會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人生